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各位同学好久没有穿西装 大家好 大家平安 很久没穿西装了 今天心血来潮 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说 穿西装比较好看 这样看起来比较不会像是逃犯 穿西装比较像是博士教授所长 所以我想好久没有穿西装了 那这个Sepillo呢 就挂在衣处里 好吧 拿出来穿 虽然天气很热 人要精装 佛要精装 人要义装 搞情杀便当 所以今天呢 从猴子变成人 好 那么今天呢 我先一开始 跟各位同学在这个上课之初呢 我们先来做一下总复习 好 今天为什么我可以斩钉截铁的说 278亿的资料是蔡同学 从台湾这一端渡到英国伦敦的呢 答案很简单嘛 因为英国伦敦政经学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有老实数 现在老实数被砍了 早期的时候怎么问她呢 她都说她都说她没资料 待会我们会举证哈 我们会举证历历的把这些时间点列出来 这个部分也是说服了英国的法官 这个McKenna Miss McKenna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真的到处去说你们没有资料啊 可是你们后来要拿资料给台湾的法院 所以我现在要你28天后给个说法 简单讲就是这一次判决的结论 这个判决的结论也不是说你一定有资料 或说你一定没资料 而是说你前后矛盾要不要给个说法 现在呢就英国这一端我先这么说 英国这一端现在剩下18天 我们辗转听到的消息 当然不是只有调查局 不是只有法务部 会在英国布建 我们也会布建啊 而且我们布建的人 虽然没有国家机器这么多人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嘛 我们全是志工 可是我们的志工呢 比较有使命感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对的事 而且我们做对的事 我们不要怕夜半敲门 就心不惊 而且我们做对的事之余 我们的志工呢 脑袋比国安团队聪明多了 所以我们的细致 我们的睿智 我们的勇气 是这些国家机器犯罪集团所不能及的 我们现在在英国听到的一种可能性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现在可能要弃居保帅 可能要断尾求生 有一个人可能倒霉了 就是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经理 Kevin Hens 可能要回家吃自己 你知道这个Kevin Hens很有趣喔 他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主管 他也是后来才出来的 就说他不是资深的法务 那他的职务涵盖了好多东西 我要念出来待会我再念 念出来你会吓一跳 他管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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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务 可是他自己竟然没有律师执照 所以你开始不禁怀疑喔 他是法务还是特务啊 他没有律师执照 结果他要管这个学生诉讼事务 校园对外的这个法律诉讼 一点串 这点Michael Richardson曾经质疑过他 向英国法庭质疑过他 说这个人连个律师执照都没有 那我们有点怀疑他的 在法律上的专业 好 现在英国伦敦政经在考虑 把Michael 把这个Kevin Hens fire 用这件事情来作为断点 切割的断点 你要不要fire Kevin Hens 我没有意见 你fire他也好 不fire他也好 我们都会告他 而且我们不会因为你fire他我们就不告你 就说我们不会 就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告 往上告 不会我们该告的一定会告 也不管他在朝在野 在不在位置上 我们都会告 我们都会做民行式的求偿 包括那些恶观在内 好 而且我们在英国的求偿不会客气 绝对不会手软 我们会来募一个基金 然后把求偿得到的这些钱 将来我们来做一些对于台湾司法改革 对于这世界的人权 司法迫害有意义的事情 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有贡献的有价值的事情 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在英国这一端 接下来英国会怎么做 英国现在面临一个两难 如果他要承认说 对了 我们以前讲的是没有啊 这些东西其实是错的 那你的结论就是278要拿出来啊 对不对 任何人都会打谁随棍上吗 这法官也会说好 有那要拿出来啊 因为你看你那个里面的涉案的 这个Dennis Pong 已经被起诉了 还被通弃了 那你这些东西人家跟你要 你凭什么不拿出来 你怎么可以拿出21页给台湾的法院 就说什么有这个有那个 那278-21还有257页在哪里 你拿了7%的东西出来 甚至93%在哪里 所以伦敦政经济学院头大了 他不能说有 他说有的话完蛋了嘛 你怎么拿出来 这里面东西都是造假的嘛 你一对就知道 对不对 你看 被这个McKenna 法官抓包 就XXYYZZ莫名其妙 哪些东西是没有的 哪些对不起来 哪些是蔡同学塞进去的 那剩下的这个257页揭露 以后应该怎么办 好 如果今天伦敦政经济学院说 我没有 那份278页我不知道 朝这个方向辩护 这个是犯罪集团 蔡依依最想达到的结果 可是伦敦政经济学院很痛苦 但是呢他们也铺了一些梗 你看啊 他们在法官揪出来的 他们曾经回答ICO的 说accidentally 他说这些Documents 为什么会被我看见 为什么会在档案是 Epears accidentally 它好像是意外的出现 再来呢 我看不清楚 所以in a hurry view 再来呢 它是个scan file 是个扫描的档案 所以呢 有点blurry 有点模糊 我看不清楚 所以搞错了 那现在凹回来说 哎呀 278页是别人的 不是蔡英文的 是另外一个叫做蔡文英的 诸如此类的辩护 他们想往这个方向走 你别因为我在开玩笑 他们最不愿意的 就是拿出278页 他把它吞到肚子里 他都要吞 你知道塞到嘴巴里 把它吞掉 冲到马桶里冲掉 他都要冲 他绝对不敢拿出来 那接下来怎么办 看错了 其实像这样的东西 他们早就做了不是吗 在论文的时候 他们不是做过一样的事吗 搞丢了 还敢说装修搞丢了 还讲misallocation 还讲renovation 还敢讲是1980年代到2010年代 这个谎扯得有够大吧 对不对 还说这个年代30年当中 经过了几次的装修 所以他们现在呢 也要朝着搞错了这个方向去做辩护 我真的没骗你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如此 但是这招行得通吗 这招行得通吗 那搞错了 我请问你 台北地检署 起诉我的那一些 21页13个物证是塑胶吗 搞错了三个字 就能够解决这件事吗 你把Kevin Hanks给砍了 就能解决吗 所以我说 这件事情 英国伦敦政经学 真的没办法善聊 最后他还有一招 就是继续做所谓的豁免的辩护 继续提出理由 说这个资料涉及一定程度的隐私 但是这招行得通吗 行不通 因为这个 Mr McKenna这个法官已经讲了嘛 因为蔡英文已经授权揭露部分的东西 而且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拿去起诉Dennis鹏了嘛 而且还通缉他 那作为一个法官受过法医训练的人都知道 你怎么可以拿部分的证物去起诉别人 然后剩下的东西完全不公开呢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三种情况都走不通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你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逃生 我们等着看 我告诉大家唯一28天后 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你看彭半仙说的对不对 他们28天后绝对不会准时交卷 这个是完全可以确立的 这是完全可以确立的一件事情 6月21号做的判决 6月23号deliver 如果加了28天的话 应该是在7月20号 他们绝对会拖 拖干什么呢 没有要干什么 因为一下之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看从去年前年我们不管是ICO也好 伦敦大学也好 没有一次准时交卷的啦 他们没有一次准时交卷就拖嘛 这就是你知道这群英国的不孝官呃 官员们的做法 能拖就拖 但是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宇宙真心学的同学 绝不会放过你 进段广告之后 我们把这个蔡同学 XX加YY加ZZ 这里面 所有的犯罪痕迹 再整理清楚一遍 让犯罪集团无从搅赖 马上回来 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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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ory sky Whoa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be open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o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okay It's nothing new It's nothing new Oh, we'll see But once we get here That's not what... It's a beautiful thing And this is everything You know the universe They are so beautiful And in the background It's a beautiful thing 說到278頁是怎麼塞進去的 那個過程 整個過程就是 你知道先到 Archives 去面見 然後再去檔案傳給 Kevin Hens 然後跟 Kevin Hens 說你去找 Archives 比對 就這樣玩 那在這個一年多前就是 2019 年 9 月 3 號 就已經去跟這個所謂的 這是總統府自己講的啦 但是我認為這不是真的 他說他 2019 年 9 月 3 號 連元龍律師在這個狀子當中寫的嘛 就去跟倫敦政經學檔案試要資料 欸 那麼神奇啊 9 月 3 號要 9 月 4 號就拿到 200 多頁 這些東西都騙不了人的啦 因為你要這樣講那你要去製造 那些證據過來的這個過程 對不對 現在多久了 現在 2022 年 6 月了 你要回頭去補 2019 年的東西 就跟你要去補那個 把波士頓再把它這個 說成是在這個倫敦 再回頭再把它拗回波士頓一樣 你都會留下痕跡的來不及了啦 真的 人笨要認命啊 好 那我們來看看魷魚翼的這一篇 另外一個角度的時間軸 他說 人自有天收 這句話蠻有意思 對像這樣的說法在聖經上面很多啦 好我們再看 2019 年的 11 月 8 號 Ratter McGuire 女士 在回覆 Michael Richardson 的 FOIA 請求說怎麼說的 我跟你們說啊 越早詢問的越是真實 到後來哇塞那個簡直是說謊說到不像樣 Vexatious 什麼中共同路人啊 什麼都來了 可是 2019 年 11 月 8 號 那時候才剛剛開始 犯罪集團的佈局還沒有很緻密的時候 得到答案是什麼呢 來我手邊有啊 我們所有的歷史資料都在雲端 而且宇宙政經學院的很多董事 他們都有一個完整的資料庫 這個 2019 年 11 月 8 號 這封信是 Ratter McGuire 她是 LSE 的 什麼人呢 她是 LSE 的 Information and Records Managers Lunders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她是倫敦政經學院的訊息跟紀錄的經理 這個位子不是什麼很了不起的大位啊 但是她夠專業了吧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所有的消息跟紀錄都在她管嗎 她叫 Information and Record Manager 沒錯吧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不管是倫敦政經學院也好 倫敦大學到目前為止 這些我想長官之所以可以當長官 真的有她狡猾厲害的一套 你看看倫敦政經學院最高階 出來回答論文門相關事情 也不過就派了一個法務經理 對不對 倫敦大學呢 倫敦大學曾經派了一個叫 COO 的人 COO 叫什麼呢 叫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叫做 Greg O'Gallihan 這個 COO 這個位子齁 可大可小啦 什麼叫 COO 呢 負責管錢的負責管營運的 可能管福利社的管宿舍的 管校園裡面哪裡要修理 哪棵樹要砍的 這種負責營運的通常 COO 啊 跟校園裡面的 COO 跟學術是無關的啦 就是怎麼營運有點像 營善組 有點像是負責管營善組的幾個 類似 不知道應該叫什麼職位 反正anyway 就算他是副校長他也是管行政的這個 就是管營運的 好這個是倫敦大學 針對論文們發言的最高層級 那倫敦政經學員更怪了 找了一個什麼法務經理 OK 他們的大人到目前為止都不說話 大人之所以我為大人就是厲害在這裡 死度有 無死病毒 你們要 你們你們推出去滿門操展 到頭來我 我就好好的切割一下斷尾求生 你們都死光了我沒事 OK 這封信呢 就是 Rachel McGuire 在2019年的 11月8號 星期五 早上6點40分 哇塞 這真是晴啊 6點40分回信 回給誰呢 暫且不說 知道人就知道了 不知道的人就算了 不管了 反正這個回給誰不重要嗎 既然你可以XXYYZZ 為什麼不可以這個CCDDFF 對不對 他的主題是 Irregularities in LSE PhD dissertation and of President of Taiwan 台灣總統的論文的不規則 或者是奇怪的地方 那這封信是針對這個主題回應 我們的這位宇宙政經學院的董事 他說 Dear 某某某 Your email has been forwarded on to me for processing 你的這個電子郵件呢 被轉到我這兒來了 我來處理 I can confirm that the Department of Law holds no records relating to President Tsai's PhD 我可以確信 倫敦政經學的法律系沒有蔡英文博士的相關紀錄 Department of Law holds no records relating to President Tsai's PhD 後面的解釋一大堆啦 那時候是倫敦大學管的啦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 那不重要 你在系上 系上沒有你的資料 這剛不可能 那沒關係 你說啊 這個可能有某些原因 那沒關係 這是2019年的11月8號 首度說 倫敦政經學院法律系沒有相關資料 好 那接下來呢 他說 這個Michael Richardson 就要求LSE 進行內部的審查 他要求LSE做Internal Review 意思就是說 你們內部呢 要去做一個審查 一個Review Review應該叫做 對了 內部的一個調查啦 可以這麼說啊 好 LSE呢 在5月26號 他確認說 他沒有辦法回應這個要求 因爲什麼 因為 我們沒有 沒有 你沒有東西 你要我調查什麼呢 所以那個時候 2021年的5月26號 LSE的秘書 Louis Nato 他說 This school Does not hold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requested 現在升高層次了 你說法律系沒有 對不對 2019年11月8號說沒有 到了2021年的5月26號 一年半了 不是資料都偷渡了嗎 按照蔡同學的說法 你不是都偷渡了嗎 或者是說 你都去比對過了嗎 為什麼人家說沒有 為什麼人家說沒有 好 因為那不是他們的 你敢嫁啊 就好像那個論文 那本黑皮書 你放在婦女圖書館 你敢嫁啊 人家拿出來給你看 但是問 說你有嗎 我沒辦法說有啊 因為這就不是啊 這不是我們的啊 這是你嫁的我這裡 對不對 好 所以 路易斯納豆怎麼說 The school does not hold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requested 好 這個不是我掰的喔 你看喔 這件事情在英國這個法官 他在幾天前嗎 大概一個星期前 他的判決是Decision 他的這個理由當中第六項 也是這麼寫的喔 他說 LSE responded on May 4th and May 26th 這個5月26號就這封信 2021 2021 that it did not hold the requested information because at the relevant time it was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which awarded degrees to LSE students 他說在那一九八四年代呢 這個 LSE 倫敦政經學院的學生 他們的學位授予是倫敦大學的 所以倫敦政經學院兩度否認 他們擁有你們要的 information 你們要的 information 講的就是口試委員 口試的結果報告 所以他說LSE responded on May 4th and May 26th of 2021 2021年的5月4號跟5月26號兩度回復證實 他們沒有資料 其中的一個5月26號就是剛剛我講的 LSE的秘書Louis Natto說的 the school does not hold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requested 好大家記得一直到2021年 LSE都說我沒有 我沒有我沒有 你去找倫敦大學要 那可是為什麼 哎我們的這個調查局跟這個 註音代表處教育組一出手之後 這個Kevin Hanks 在面對台北地檢署 要羅知我的證據的時候 要什麼有什麼對不對 還給你做了一個表格 說哎你要的什麼東西在第幾頁 要什麼東西在第幾頁 還做了一個表格嗎 哎那不是太神奇了嗎 好再來 LSE的法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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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的口试委员名单 这个连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都不知道 金迪啊 梦英迪 结果谁知道 诶 这个Kevin Harris LSE 的法务太神奇了 LSE 的法务怎么知道呢 诶 他怎么知道呢 这个事情也很神奇 那我们再来慢慢查 其实 LSE 的法务在 2020 年的 12 月 16 号 这个以电子邮件 email 把口试委员告诉法务 不得很简单的 因为 2020 年的时候 6 月 18 号 北柬 的陈 这个北柬 的姓 到了英国代表处 于是英国代表处呢 派出了陈诗婷 啊 这个驻英国的联络官 他去找了 Archives 的 Sue Dunley 6 月 24 号 记了 13 个档案共 21 页 用电子邮件还加密 给了 Kevin Harris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经理 去比对 然后 7 月 7 号 这个英国代表处的教育组组组长李燕宜 叫这个麻烦这个 Kevin Harris 写信给 Kevin Harris 说叫 Kevin Harris 去找 Archive 的 Sue Dunderley 去比对 对不对 那就是 2020 年的 6 月份的事嘛 可是 2020 年是比对完啦 比对完了以后怎么样呢 经过半年 2020 年的 12 月 16 号 Kevin Harris 把这个 Email 将蔡英文的口识委员的姓名告诉了法务部 这个就有趣了 就是那个所谓的 XXYY嘛 这个时间刚好是介于 2019 年 11 月 8 号 Retron McGuire 回复 Michael Richardson 所提的 FOIA 的请求说他没有 以及 2021 年的 5 月 26 号 回复 Louis Nadel 说他没有 这两件事情你看 一前一后说没有 中间却提供给台湾的法务部 这个不是作弊 这不是作伪证 什么才是作伪证呢 再加上 2020 年 这个 从法务部调查局的陈世廷 从 6 月份开始一直到 7 月 这个教育组的组长 这个前前后后 陈世廷加李燕怡加黄伟 从 2020 年的 6 月到 7 月 这连续的去拜访 到后来 这些资料就有啦 对不对 最后 这个 Kevin Hanks 就主动的 在年底把资料提供给 法务部作为起诉我 通缉我的资料 那接下来 这个由于意 就觉得这个 Kevin Hanks 实在此人实在太神奇了 这样的神人不起底一下 这怎么可以呢 好 我们来起底一下 这个神人是谁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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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ope I find something high tight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if the apricot is gone I hope I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Observed the sea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Becau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if the apricot always stays I hope I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have pain It's nothing new It's And when I see the day No a저로 Brent I see And when I see This isということで You see The black You see The black It's been If you えー 他handle litigation 就他不是律师 所以我们就说他不是律师 那可能是巫师 或者是法师 那到底是什么师呢 我不知道 师师有三种 律师法师巫师 我觉得最不可能的 就是因为他不是律师 所以他可能是法师 也可能是巫师 那么接下来他说 这些网站上的资料介绍 叫Kevin Haines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chool's legal team 他负责学校的法律团队 which deals with student complaints linigations and misconduct cases 就是他专门负责学生有关于 一些学生的申诉抱怨 还有跟学生有关的诉讼 还有一些学生的不当行为等等 唉 蔡同学当年会不是有什么不当行为 这怎么会有278页呢 我不朝这方向去想了 坦白讲因为 这278是假的啦 好 这个东西呢是台北 镀进去的 所以但是镀进去的东西呢 为什么会让ICO说 如果揭露这些东西 会造成他的痛苦跟伤害 我想大致上是因为 ICO其实早就知道蔡同学没有拿到学位嘛 因为他当年是因为 号称financial difficulties 然后withdrawal 退学了嘛 所以去掀别人30年前退学的经验 这个资历 事实上是对他会造成一些打击 对不对 所以造成痛苦跟伤害 这是一解嘛 另外一解就是说 278页是不是蔡同学涉及了一个什么样的 类似latigation诉讼案 或者是一些学生的misconduct 就是不当行为 曾经开过一些听证 才有可能会有278页嘛 对不对 这两者都有可能 到目前为止 我先不说我的判断了 因为我们在海外有做一些功课 但是我没有看到278页我不敢讲 现在很重要的是 我可以被起诉 我也可以被判刑 我也可以被通缉 但是我基本上 我要求你先把278页公开 我不能被一个amcom的文件 拿来作为起诉我的一个罪证的证据 我不能接受你拿278页中的21页选择性的文件 来作为起诉我的根据 请你把剩下的257页 占了93%的篇幅的那个学生资料 所谓的学生资料 student file 拿出来攀在阳光下 那我拜的心服口服 当然我知道你永远不会拿出来 因为那见不得人 你光是你21页的13个档案拿出来都已经见不得人了 有5个档案是写给什么 什么 stevenson 写给你的信 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再讲一遍 你在拿情书 把它谎称说那就是结婚证书 这中间的距离还差得远哪 好 这一个 Kevin Hens 在 LSE 的网站上 还这么介绍的 他说 Dispute Resolution 就说 Kevin Hens 还负责一些争议事项的解决 contracts 就是有一些 就是一些这个 就是什么 contract 我一下脑误啊 就是 呃 合约啊 合约好的 合约 and other legal agreements 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律的 一些这个 呃 同意啊 法律的这些反正书法律文件啦 Data Production Data Production 资料保护 还有freedom of information ethics 以及道德 insur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智慧财产权 一些保险 records management 一些资料的保护 管理 and schools relationship with external providers of legal services 跟外面的一些法律相关的 单位的一些公共关系 对外的 哎 你这小子忙哎 他的工作还顶多的呀 当然 一个负责这么多公司的人 他竟然本身不是个律师 也不是个博士 所以我说 这个人的身份真的很奇怪 他该不会是 临时派来的临时演员 为了要处理论文门吧 就有点像牛鹏突然派上一个游击手 出来当投手 这个游击手呢 过去没有出场记录 站上投手球 如果你是打击者 你要防什么 防这个游击手临时被征召上来当投手的这个救援投手 是来拿球K你的头的 懂棒球人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不对 突然派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投球经验的人 在大联盟没有登录过投手资格的人 突然上场做救援 你最好把你的钢盔带紧一点 这个人是来K你头的 好 那么由于一说 这小子管辖的事情可真不少啊 这凯文汉斯 他是记录资讯经理 Information Records Manager 这个Retor McGuire的直属上司 另外LSE秘书这个Louis Natal 也应该是他的部署 不过Louis Natal是属于董事会的秘书 对于他们两位对于Michael Richardson曾经说过的回复 就是we hold no records we have no idea we have no information 这个东西应该知道吧 你不可能你手下回复Michael Richardson说我们没有资料 而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Kevin Hanks 你的伪证 你造成的当事人的损失 你是真的跑不掉的 你没有办法说你是这个叶黄素忘了吃 你没有办法说是白酒不 阿公看着阿公 你没有机会没有给予好吗 再来 这个Internal Review呢曾经做出一个决定 这个Internal Review 你Kevin Hanks曾经有过 一个不实的陈述 这个陈述说什么 The school does not hold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requested 好 那照你这样讲 对不对 我们相信278页是有的 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去写什么几页到几页 几页到几页是什么 还把这13个文件都标出来 分别隶属于21个页份 所以我比较相信说你确实手上有 而这个东西是蔡同学从台湾把它补进去的 那么你在FOIA的请求所谓的Internal Review上面说你们没有 那就是那时候说谎 不管是那时候说谎或现在说谎 总有一个时候说谎 一起走回去 好 好 那么Michael Richardson 认为 不管你是当时说谎或现在说谎 你都违反了英国自由资讯法案 It's part of the larger ongoing pattern of willful violations of the freedom of the information act by school personnel 讲的就是你 Kevin Hens 所以 Kevin Hens 你真的跑不掉 我不知道你拿了多少茶叶罐 值得你做这样的事情 整个茶庄都给你 我觉得你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不值得嘛 好 人在吃买你是在化学什么 我希望他看得懂中文 我希望他在偷偷的看 然后在Google一下看我在讲什么 你知道我在跟大家讲过吗 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是一个realtor跟我聊起来 我跟他讲了我的故事 他回去竟然去search我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 他看了我的这个节目 他虽然听不懂 但是他看了几集海外论文 他觉得 it's quite interesting 而且他很厉害 他去把我那个底下的留言拿去做 Google translate 他说你的粉丝好多 好多人支持你 都认为你是justice 的代表 哦 不好意思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michael richardson 他在他的诉状当中进一步的说 这个里面牵涉到一个法律概念 中华民国跟英国没有签署司法互助 没有司法互助 也没有什么条约约定 那这里有个问题哦 Kevin Hens 他是自己 回复台北地检署 或者自己回复台湾的政府官员 因为政府官员已经表明身份了嘛 就是包括了陈诗婷 包括了李燕怡 他们都表明身份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Kevin Hens 是没有经过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官方许可 而私下去回应了台湾的政府机构 这个情形 第一个 有法律效力吗 好 就好像一个个人用我的身份 发表了某一些东西 给了政府 这能代表是我的机构吗 比方说我台大的兼任教授 我用我个人的身份 发表了我的一些看法 能代表台湾大学吗 这个 恐怕将来会有法律问题 LSE 可以私相授受 或者配合台湾几个恶官 来提供 司法互助之外的证据吗 另外我要请问的是 台湾的司法官 拿到这样的证据 你可以当成呈堂证供 来作为起诉或量刑的参考吗 你们有学过刑法的证据 或者是法学院的证据的这一堂课吗 另外在过去 Michael Richardson 他曾经把 Kevin Hens 的这个 E-mail 给了英国的 ICO 资讯特认官办公室 但是 ICO 并没有询问 LSE 有关这一封 E-mail 的来源跟内容 这显然是 ICO 他没有办法确认这一封 E-mail 的来源 而没有加以处理 这点由于意真的很惊 你确定 就说这些东西 ICO 就跳过 没当一回事 后来 Michael Richardson 提供了 2022 年 1 月 24 号 由彭文正拒绝的切结书 Affidavit 这个切结书呢 证实了这封 E-mail 是月券时候得到的 所以法官 Alison McKenna 就采信了 这个 E-mail 的真实性 因为它是英国伦敦政医院提供给台湾的法院的 所以 LSE 他们说他们可能不正确的资讯 他们 inaccurate information 这件事情是这样来的 所以 Kevin Hens 所提供的假资讯 将会成为本件诉讼的争点 他日后他一定会接受英国法律的制裁 不是恐怕 什么假资讯呢 两百七十八页的学生资料 Student file 势必成为未来英国法庭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 因为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两百七十八页到底有还是没有 长什么样子 为什么一会儿说有 一会儿说没有 为什么在英国说没有 在台湾的法庭说有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 这是诉讼的重点了 不是吗 接到广告马上回来 MINGDX I take it with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if the apricot is gone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Love me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if the apricot always stays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ed on low down the river I'd jump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 Would you say the feel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have me It's nothing new It's... For the important thing This is a matter of touch And I would like you to thank Michael Richardson We have made this place Cause for a couple of weeks Michael Richardson做了一個聰明的決定 他希望我能夠提出這個 affidavit 就是一個一個證詞 或者是一個在在美國吧 法庭上面你是個證詞 就是一個你就是一個發誓的 就經過宣誓的 具有效力的良心的效力的 以及法律背書的一個證詞 那麼這個證詞是什麼呢 就是關鍵性的 提供台灣法庭閱卷到的法院公文書 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從台北地方法院 包括從這個地檢署 各個地方閱來的卷 其中最重要的東西就是Kevin Hems 曾經提供有關於蔡同學的口試委員的姓名 以及一些選擇性揭露的訊息 所以Michael Richardson非常聰明的 他說來Dennis只有你 可以來為這件事情背書 因為你是victim 你是這件事情的受害者 那麼只有你的切結 才可以在這件事情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而切結之後的這個內容 因為是來自台灣的法院的公文 所以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唯一要爭議的就是要有人出來背書 說這是法院的公文 那這件事情呢 在加州的江建祥律師就兩樂插刀的跨刀 替我們撰寫了這個英文稿 那我呢其實就是從善如流 我就是簽個名 然後make appointment 到法院公正的地方去舉起我的右手宣誓 那麼宣誓完畢之後 這一個內容就它具備有法律的效力 好拿到了英國行政法院的法官的手中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了今天這整個局勢大逆轉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未來可以做這個宣誓動作的還不是只有我 其中包括林環教授賀德芬老師 我們這些被起訴的人 呃甚至因為這件事情去去被掃柳紅台位的這些 包括張軍律師在內他周邊的一些呃一些受害者 其實將來呢我們都有一個第一人稱的身份 可以在這個論文門的訴訟當中 扮演一個主動出擊的角色 好 那麼我這個在2022年1月24號 良辰即日我提供了一個竊節書 那麼這個竊節書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email 啊這封email 確實是月券史所得 那麼不只是email 還包括了我們月券的時候得到的一些相關的內容 我們就交給了這個法官 那麼這個法官Alison McKenna呢 他當然必須採信啊 因為這個白紙黑字嘛 寫得那麼清楚啊 包括了呃 email 包括了這個 Kevin Hanks 自己說的 包括了法庭當中所提出來的證物 好今天呢獨家跟大家揭露 什麼是我的epidemic 就是我的證詞是什麼 好我今天呢跟大家用中文講一遍啊 我就不用英文了今天沒有性質教英文好 簽名人 Dennis Wenchen Peng PhD Doctor 真博士 好 雖然只有一個沒有1.5個 但是是貨真價實的真博士 不信隨便大家查 查好查滿查到高興 你可以查我的博士證書 查我的博士證書編號 可以查我的論文 還可以去網站上買一本我的論文 可以查我的指導教授 可以查我的版權頁 可以查我的這個 口試委員的簽名 每一個口試委員的有名有姓 有的活著有的過世了 但是都是真是有其人 不會是阿飄 還可以查我在威斯康西念書 從1991到1995 中間 博士班是從1992到1995 應該是從1991年後吧 到1995 同學 有同學 助教 有助教 還有的呢 現在在台大教書 有的是在 在美國 擔任這個副校長 紐約州立大學的副校長 是我同學 韓國人 還有 一些在新加坡 教書的 在香港教書的 通通都認得 在UPEN教書的 都是我同學 每一個人都可以舉證立立 跟我一起上過哪些課 修過哪些課 還有呢 我的畢業證書 我的畢業的照片 校長頒給我的照片 兩個還握了個手 我的父母親 我們家的親友助政團 一起去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不只這個 還有一堆的親戚朋友 我爸爸 參加我的畢業典禮以後 很高興的帶著我到美國 他的學生 他的親戚家 轉了一圈 在美國東南轉了一圈 轉到芝加哥 他多開心啊 對不對 美其民是去探訪親友 其實是去跟親友什麼 客家話有個字叫做 店 店 就是秀一下 就是很高興的去親戚朋友家秀一下 說你看 我老朋友雖然不長進 可是我的兒子很長進 我可以 我可以感受到爸爸那時候那份高興 那周邊還有很多可以見證的人啊 但是我們的蔡同學呢 他所見證到 只有爸爸跟他講說 女兒啊別再混了 別再晃了回家吧 天塌了下來也不過就這樣吧 我勒馬飯店有的是錢 你不用擔心啊 好別在外面亂晃 還被人家按喇叭說 那stupid women 好 我們回頭看看 我這邊呢 說簽名人Dennis Pong 已達法定年齡 正式宣誓 好宣誓 我宣誓說 我舉右手宣誓 我的名字叫做 Dennis Pong 是兩件在台灣 代判決的 誹謗訴訟的當事人 一個是 蔡英文女士對我提起的 刑事誹謗訴訟 另外一個是我對蔡英文女士的 發言人張敦涵 所提起的誹謗訴訟 那麼這裡面還包括了 誹謗跟偽證 好 通過這上述行動的調查 我們獲得了倫敦政經學院的 Kevin Hens先生 Mr.Kevin Hens 對於正在調查 蔡英文女士的台灣司法機構 所詢問的電子郵件做了回覆 那麼蔡英文的博士資格 還有她的論文繳交的一些過程 我們在這個電子郵件中獲得了一些答案 隨韓附上Kevin Hens 的電子郵件的回覆的副本 當然除此之外呢我們還有一些在 卷宗中調閱到的東西 好我們就給了這個 McKenna 法官 好再來 Mr.Kevin Hens 他所附的電子郵件 回覆呢是我透過合法程序 向台北地方法院獲得的很精準的原本的副本 由於法院的整個卷宗她的體積非常的龐大 裝訂比較厚 所以部分靠近卷宗的中間的部分呢 她的字母在複印後 因為沒有壓得很平 所以她的字有點模糊 所以一些信件的在其縫的部分的模糊呢 是由抄寫文件的法院書記官 把她用手寫補上的 所以你看這個 江建小律師她的這個法學素養跟她的細心 她把這份文件上面的一些 比較不尋常的東西都做了一些說明跟解釋 當然我們會附上 你可以取信於 或者是可以向以下這些電話人員去查證 最後 我已將Kevin Hens 的同一份電子郵件回覆的副本 提供給了Michael Richardson 以協助Michael Richardson 調查 蔡英文女士的博士資格 跟她論文是否存在的問題 最後 我聲明 根據California 的法律 偽證罪受罰 以上內容是真實而正確的 Dr. Dennis 文正鵬 完成了我的 affidavit 我在這個誓詞當中 最重要的關鍵是 以上我所述所提供的東西 如有虛假 我願意接受法律制裁 接受加州法律的制裁 在法庭中做偽證 這件事情在加州是個非常嚴重的事 我今天敬邀蔡英文女士 敬邀連元龍先生 敬邀 Kevin Hens 先生 敬邀李彥宜女士 還敬邀 Kristen 陳 小姐 歡迎你們 來一起作證 寫下你們的證詞 舉起你們的右手 跟我一樣 坦蕩蕩地面對陽光 如有違背 願意接受法律嚴厲的制裁 在你們沒有做這個動作之前 你們在法庭所做的一切東西 只能證明 這是你們的黑箱作業 沒有任何可以採信的部分 所以我在這邊誠摯地邀請你 並且挑戰你 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做所有證詞的公正 否則的話 我只能說 你們只是見不得陽光的鼠輩 當然 你們除了證人的身份之外 還有一重更重要的身份 你們逃都逃不掉 那叫做刑事民事的被告 你們早晚會被傳喚 你們可以挫著蛋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看你的 This is a note 蔡同學 一百五十五頁 這個笑話繼續鬧 倒數第二行 最右邊一個字 你每逢最右邊一個字 碰到阿拉伯數字 就會莫名其妙的空了一個 像一個縮頭烏龜一樣 讓你的兩頭對齊的打字又破功了 這又是什麼一個神奇的打字機 每逢碰到一個阿拉伯數字 他的右邊就自動會空一格 不知道可能只有你自己可以解釋 不管你是什麼原因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事 在英國倫敦大學的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y 高等法律研究員 我所看到你的同學同一個年代的論文 沒有一本會像你這樣子 縱使年代有一點久遠 縱使如你所說的那個年代有那個年代的做法 但是我所看到的每一本論文 都是公公整整的一個錯字 一個typo error都沒有 至少我在那邊待了一個下午 我升不上是全文仔細的看 至少在我可以辨識的範圍之內 不像你的整個論文 就像劉忠宇博士說的 看三分鐘就可以直接判定 這是蔡同學你的論文給別人的印象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今天要分享上帝的話語 這個部分呢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四十六節 耶穌說 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 那些藝人要往永生裡去 這些人要往永刑 永刑永久的刑法就是地獄 這些人就是耶穌所說的口中的惡人 這些惡人包括惡官要往地獄裡去 那些藝人那些好的人 他們要往永生裡去 跟大家互相勉勵彼此打氣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音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